Oh my god的 音响哥竟然被马桶博士给干掉了 虽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消息了 就连无双战神也被神秘特工给干掉了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 同仁作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假如无双战神和音响哥鲁莽的行动 并没有支撑到其他的小队赶来支援 事态又会偏离到什么方向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假如平行宇宙的剧情 音响哥已经被马桶博士的截肢斩成了两段 还挨了一发激光炮残存最后一口气 等着看马桶博士的死亡 而无双战神也是被打趴在地上 有小伙伴说无双战神只是被打伤了 但双脚并没有打残 可是之后无双战神一点位移都没有 却能在轰鸣乱炸中活到最后 你们猜这是为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很难猜测 你们想不出来就别想了 反正他已经死了 刚才好像偏题了 精英女团已经出场了这个不太对 在假如平行宇宙里五头电视人准时登场 并且对马桶博士造成了同样的伤害 逼出了他的皮套底牌 不过这里可不是大福克掌控的宇宙 马桶博士穿好皮套之后 对五头电视人小队发动了狂暴的反击 由于没有精英女团 与大摄像人的被刺 马桶博士这一次 好好地宣泄了一把他的愤怒 一轮持续攻击 把能量打得一滴都不剩了 才转过头来 再次积蓄能量将无双战神送统 你们看一下马桶博士嘚瑟的样子 是不是很想即想非常想揍他一顿 不过很可惜这里是假如平行宇宙 没有精英女团和大摄像人来教训他 所以小伙伴们是否会好奇 精英女团和大摄像人的去向呢 在没有大福克发布的正版剧集的时候 就让我们看一点轻松的同人花絮吧 画面转到了一个海岛区域 大摄像人特别嗨森地躺在沙滩以上 身边是精英女团陪侍 大摄像人一个手势 精英电视姐就明白她的意思 马上传送离开去拿零食 监控姐也是立马举着电风扇 给大摄像人驱逐 音响解放小区给她听 等看到五头电视人出现 才发现同人作者是在模仿时钟宇宙 哎呀呀呀 这次魅影叔叔是真没想到啊 不过大家先别生气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大福克发布了第71级的官方预告截图 来自大福克的商店绝对保真 预告截图中出现一个单枪匹马的监控人 右手被改造成武器 与大福克发布的彩蛋中 疗养的监控人相同 腰间装备 两个卷只手类 火焰喷射飞行背包与耳罩全套武装 单兵作战能力应该不错 不过魅影叔叔对新出的断手监控人 改造成这样的真实战力有些担忧 除非武器不用的时候可以变形 大家别急 这里还有一张信息更丰富的预告截图 可以看到右下角的石头上有一个电子锁 在阿尔法山实验室里开的门锁比这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锁到底是什么地方很难猜测 不过从天色来看与马桶博士逃跑时一致 虽然第70级是第一季结局 但是第71级应该还是接续在70级之后 并没有出现太久的时间间隔 你们说是不是呢 最后是第71级的发布时间 按照往常惯例 大福克很有可能在今晚12点 或者是明早6点发布 小伙伴们有兴趣的可以蹲守一下 我是老年人就不凑热闹了 等我睡醒了再更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